民視前主播張瑞麟 他因為癌症過世51歲 他之前有在真相新聞網 你知道真相新聞網 是臺灣最早的新聞網 你知道比TVBS還早 真相新聞網周全嘛 那時候做的 真相新聞網環球電視 中天擔任主播 後來到民視擔任 一線主播跟製作人 他主持過我愛看電影 採訪的像是費翔 或者是相關的這些明星 都非常的多 那所以在這裡 我們也是表達遺憾 但是他的親友 他的朋友都非常難過 因為他非常樂觀地去做抗癌 我愛看電影 我們也在這裡 我們也是要感到的 因為我愛看電影 在這裡 我愛看電影 然後我愛看電影 也會讓我愛看電影 我們也會讓他 一好喜歡 我們要跟電影 想說明 我們要不要再 大家一般老百姓 讲到癌症就会色变 我真的觉得癌症 真的是要特别的小心 民事的前主播张瑞玲 她不幸过世就是因为癌症 另外还有一个案子 这个跟美国的FBI 扯到了台湾的海军 甚至有人说 是不是扯到台湾间谍 这应该不至于了 另一方面黄珊珊 真的杠上了赵绍康 认为说你们中广做的 那个民调是不是在操作 那我们先讲到这个 几个人物的部分 先讲到民事前主播张瑞玲 她因为癌症过世51岁 她之前有在真相新闻网 你知道真相新闻网 是台湾最早的新闻网 你知道比TVBS还早 真相新闻网周全嘛 那时候做的 真相新闻网环球电视 中天担任主播 后来到民事担任 一线主播跟制作人 她主持过我爱看电影 采访了像是费翔 或者是相关的这些明星 都非常的多 那所以在这里 我们也是表达遗憾 但是她的亲友 她的朋友都非常难过 因为她非常乐观的 去做抗癌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